好 我们持续的要继续为中华队来加油 接下来关心的是这届东京奥运首度新增的空手道 也是中华队最后一个出赛的项目 台湾空手道小清新文兹云 明天下午就要出赛了 女子55公斤量级 而文兹云她目前是排名世界第二 已经创下了亚运二连霸记录 亚锦赛更是三度丰厚 要是这次冬奥能够成功的夺金 就能够达到空手道 金满贯的目标 东京奥运空手道小清新文兹云压轴出发应战 5号下午就要首度出赛 被外媒预测是中华队的夺金选手 一抵达东京舞蹈馆立刻抓紧时间集训 文兹云私底下散发仙气 但上场对战可是浑身杀气 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她 曾经创下亚运二连霸记录 亚锦赛更是三度丰厚 这回东奥要是夺金就能达成金满贯目标 但其实她在取得奥运门票的过程相当波折 原本去年就已经取得资格 却因为疫情赛事延后 积分方式改变 直到今年5月才确定能进军奥运 PO出选手村饮食 抵达东京时对饮食斤斤计较 约距离标准体重还差0.5公斤 身为甜食控还要抵抗冰淇淋 饮料甜点的诱惑 三天努力也有了成果 其实难无目的也玩乐着 内心是很幸福的 要漫长的复健过程 真的很难熬 但我会不断告诉自己 我不是一个人 出赛前夕行事局PO出文字云 担任反独大使的影片 同样祭出留言抽奖活动 邀请全台民众帮我们的空手道 小清新集气 空手道更是中华队 最后一场初赛赛事 希望文字云能以最佳状态上场 夺牌势在必得 谢谢台北综合报道